奥运牌拳道铜牌高雄女警官纪书如一幅报续奖, 遭警政署撤销其中608次加奖, 并遭继过两次处分, 相关承办人也受惩处, 直呼有点冤枉。 纪书如今天请休假, 廉家轮休, 下周一才上班, 今天她仍未对回应此事。 高雄市警局则认为, 这份行政惩处公文是内部文件, 今天对传出公文的警务员寄过两次, 并调往其他单位服务。 高雄市警局将既输入不当奖励为继承处案, 昨天以普通件公文, 传到各相关人服务单位, 其中有受人单位承办人一件内容, 发觉有人遵照长官指示办理续奖, 反而连带遭申戒处分, 便将这份公文传给同事。 这名承办人表示, 他只是希望这件违纪惩处内容, 可以让同事借境, 参考一下, 对将来御事应该才知道何处理, 但因传送内部公文有相关规定, 自己一时没想到那么多, 愿意承担这项行政责任。 高雄市警局认为, 承办人员对机密公文未能谨守分纪, 也未善信重要公文保管责任, 违反警察机关使用即时通讯软体注意事项规定, 未经许可, 自工作取得讯息。 文件资料或签误不得泄漏, 张贴, 传播或以其他方式散播, 认为影响境语, 情节严重, 才对这名承办人寄过, 调的, 寄书如去年在高雄市警人武分局鸟松分铸所当所长, 一年续加奖高达844次, 竞争署调查后, 撤销其中608次加奖, 他与已退休的人武警分局前分局长李金龙, 在不当奖励为继承处案中也被寄过两次, 连带另六名承办单位主管及承办人也被申介一至两次, 都因为听长官的话才受处分, 如果没听, 反而不会有这样的结果计案受连带惩处的原警说, 依相关奖励计划, 原警表现出色, 有些除了警政署有奖励, 名列前几名, 市警局或分局也有奖励, 并不读候某人, 去年纪输入在维修或处理监视器, 及毒品查其工作, 承报续讲, 因有同事认为无实际出力或续讲不服及重复续讲, 开会时遭到责备, 认为所长仍有杜伴成效, 要求配合续讲, 才遵照长官指示续讲, 真的有点冤枉。 奥运同派女警官即输入扶报续讲呈处案, 由警官将公文以手机通讯软体传出, 今天同遭记过两次。 记者林宝光摄影。 分享。 奥运同派女警官即输入音符报续讲遭惩, 连带受处分的远警直呼有点冤枉。 本报资料照片, 图记输入提供。 分享。